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,针对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6种将血压药含动物质癌原料,要求各地卫生局在一个月内完成下架回收,张化县卫生局启动回收机制,三天来总共清柴县内80家医疗院所和药局,共下架将血压药库存量12226克,这些药堆叠起来高度约29层大楼之高, 量多到实在吓人,张化县卫生局医务科长黄世雅,提醒正在使用降血压的患者,千万不可贸然停药,可先行审视药品批号是否与使用中国浙江华海药业原料药, 博萨填制剂清单中之批号相符,必要时可寻求专业药师协助,万一药品为清单中之批号,应尽速回诊病与医师讨论,开除其他适当药品的处方。 黄世雅说,以一颗血压药后,高度约0.7公分估算,清柴下架12226颗需回收的药品,若一颗一颗逐层跌高,高度客堆跌到约85.58公尺高, 以一层楼三公尺算,约是28.5楼高,近29层楼,卫生局是于本月7日启动着拨勤查下架降血压药量的动作,于辖内医院、诊所、药局、西药房、药品公司等医药室机构购用情形,并通令医疗院所和药局暂停使用需回收的药品。 至今天为止,供调查县内医疗院所,药局共计80加。 根据食药署公布,六项使用导游致癌一律原料药的降血压药品,分别是生达舒心乐膜一定160毫克,生达舒心乐膜一定80毫克,马克龙科士压膜一定12.5分之80毫克, 永庆乐速降膜一定160毫克,永庆乐速降膜一定80毫克及凡内膜一定160毫克,每种品名批号不同。